今天吃什麼菜? 阿KING跟你想點它 1 2 3 4 5 排骨 材料有肉排 薑、蔥頭 酒、醋 糖、豉油 滾水 這道菜真的很容易煮 不懂得煮飯的人 都會煮的 這道菜是我奶奶教我做的 1湯匙 酒 2湯匙醋 黑醋 3湯匙糖 4湯匙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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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 1 2 3 4 5 和你們一起煮 你就知道多容易煮 首先我們把排骨 灑一灑 灑出身體 等它那些污脆的 血水 都能夠滾出來 你看看 排骨滾熟了 血水都沒有了 然後我們用凍水洗淨 烧熊的鍋 把薑和蔥頭 放進去 記住不用放油 然後把排骨 一起放進鍋裡 用白锅炒一下 放入酒 就会嗅到酒蒸发的香味 因为锅很热 放入2汤匙 3汤匙 不怕多的 因为前面有醋 接着有4汤匙 所以3汤匙的糖 也不会太多 最后放入5汤匙的滚水 因为锅的东西全是热的 所以要放入滚水 如果放入冷水 突然间凉了 就不太好 这汤匙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不用煮的 放入后 铺勻 盖上盖 盖盖 滚了 一会儿 水开始收 排骨 开始熟了 你看到吗 好漂亮 现在水还多 我们要再收 盖盖 再盖盖 滚一会儿 你看到它慢慢收到水 你看看 当它收到水后 它的汤汁很漂亮 黏在排骨上 好香 多么容易煮 你们快点来煮 这个菜 送饭 送啤酒 都是一流 想知道我下次煮的吗 快点订阅我的频道 记住和你的朋友分享 好漂亮啊